谁跟你关心的是这一起游行的画面 因为今天由苏贞昌领军包含了青年学子 还有许多的劳工朋友 他们许多人是从台湾各地集结 北上要来到凯道 向马英九还有马政府集体呛吓 把他们的火大诉求 包括了改革 民主等等的状况 希望马英九可以听清楚了 那目前现场状况非常的热络 我们请白舒华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实际跟我们分享 舒华 好 立刻带你回到凯道关心 火大晚会的最新现场 因为在大概15分钟前 这个火大游行队伍 已经全部抵达了凯达各大道 而且在刚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所以在总统府的建筑物的外观 可以看到民进党中央 这一次把火大两个字的诉求 还有总统无能的无能两个字 全部用雷射光束打在总统府的建筑物外观 要把心中的怒气全部用字眼来表达出来 那么现在在台上呢 演讲的是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带你来听一下他说什么 那是九月十月 核四风暴 刷入那年 又遇到全世界网路科技泡沫法 经济成长力创有史以来新低 麦拿大约2.17 这样没多久 我去接行政院 我接行政院又遇到 3.131大地震 525华航空难 928教师节十万人大游行 123农民十五万人大游行 第二年 2003还遇到SARS 那很危险的这个环境 很危险的环境 我们民政党的团队 要有什么投稿 台湾的经济家挠起来 四驾如家降落 各位 说我们金字党 有狗啊 没有狗啊 好 天色越来越暗呢 排到现场也挤进 越来越多呛马的民众 原本今天下午三点钟 游行出发的时候呢 天上是没有下雨的 不过在刚刚呢 游行呢 对我抵达凯道之后 没多久呢 凯道又飘起了毛毛细雨 但是呢 天空不错美 依旧呢 不能交集民众 心中对马政府不满的 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火大的玩卫现场呢 旁边就有两台火大小巴 那个小巴上面呢 其实就放着火焰 有火大的感觉 那么在火大的舞台旁边呢 有两块大型的LED荧幕 那这LED荧幕呢 不断的在放送 民进党中央用雷射光束 打在总统府外观 建筑物外面 无能跟火大 这四个大字哦 那么其实呢 今天的游行人数呢 刚刚民进党中央也定调了 原本他们希望可以号召十万人走上街头 没有想到在下午游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 发现有非常非常多自发性的民众呢 他们也走在游行队伍里面 所以呢 游行人数一度上修到十二万人 不过就在游行队伍快要抵达凯道的时候呢 又突然发现说游行人数真的太多了 所以呢 党中央刚刚定调了 游行人数已经是十五万人这么多了 足足比他们原本呢 想要这个号召十万人上街头 还要多出五万人这么多 那么待会呢 整个晚会会持续的进行到九点零七分左右会结束 那晚会的最后压轴 将由民进党的党主席苏贞昌发表火大宣言 那么包括前主席蔡英文等人也都会上台 来对民众说出他们觉得马总统不适任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海盗掌握的最新情况 火大晚会锁定三立 请持续锁定五十四频道 先把时间交还给部妹 好 没错要锁定到五十四频道 三立新闻因为有更多的讯息要跟你做分享了 这一次呢民进党遇过的十万人 没有想到来了是多了一点五倍 有十五万人火大上街 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而马总统怎么还在寓所里头批公文 是否是要面对来回避呢 马上为你来做分析 稍后